现在大家基本搞懂了一个军事常识,那就是外航谈战术,而内航讲后勤。 人类几千年的战争时尚,无数崇拜利顿的案例,都在说明后勤对战争的重要性,习汉反击雄奴一百年,被沉重的后勤压力,几乎压垮了自身,弄得看武帝最后下轮台最挤兆,而草原民族能力次喷扫欧洲,很大的因素就是基本可以摆脱后勤的拓累。 三国时代各方最喜欢烧对方的粮草,到了半岛战争,美军出动空军主力高脚杀战,志愿军士吃炒面就鸡血坚持到了最后的胜利。 当代全球荒海军,外表看似光鲜高大上,其实同样一步也离不开后勤,美国让航母全和化,就是想进化后勤,但是航母不能单独出门,为其护航的舰艇要喝油,人员要吃饭。 尽管美军在西太平洋有多个补给基地,但是后勤压力依然很大,到中国南海常年碰瓷的美国驱逐舰,其实舰员大部分时间,都是处于半鸡半饱的状态,就是在硬撑。 这真不是夸张,而是来自美国海军自己的报告,西方人习惯顿顿吃肉,海员更离不开新鲜的蔬菜水果,但是驱逐舰上根本没有那么大的保鲜库,只有把肉冰冻的像石头一样硬的冷冻库。 这样美国典人就吃不到新鲜肉类,更吃不到新鲜蔬菜,只能天天吃维生素药片了。 美国驱逐渐在离开补给基地两周后,基本就没有冷鲜肉类吃了,就只能吃冰冻肉类。 有时甚至冰冻牛羊肉都没有,只有从澳大利亚补给的冰冻蛋薯肉,很多人可能没吃过蛋薯肉。 想试一试,其实建议您连试也不要试,因为试了必然后悔,因为即是新鲜的冷鲜蛋薯肉,烤熟了或者煮熟了,也比最老的牛肉还要老,被塞掉和牙子都有。 想想美国大兵在军舰上被铲破吃冰冻蛋薯肉就想想,当今的美国军舰上,能尝试吃上新鲜蔬菜和肉类的,几本只有三种舰艇,一种自然是航母,一种是两旗攻击舰,另一种就是真用不几舰了。 这三种舰船,大部分多位都在四万吨以上,舰上有足够面积,的保鲜库和足够的电力,其他多位更小,数量更多的主战舰艇,都无法实现保障自己。 美国海军应该是不缺专业补给舰的,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超级补给舰队,多位超过四万吨的就有二十多艘, 但是现在美国海军的预算是紧,居然在停留大部分大型专业补给舰的运行,只启动陆地港口补给和航母本身为舰队补给,这样出门后的核动域航母,必须又当爹又当妈,完全忘了自己是该被重点照顾的作战核心, 因为频繁的卫护航舰值补给,会大大干扰航母的作战能力。 在南海方向,国防的值班主战舰艇离岛时间基本不超过两周,因此新鲜食品蔬菜充足,对比美国大兵的天天吃番茄酱,绝对不是一个概念。 更重要的是,在各大岛交达规模电设后,现在都能批量生产蔬菜甚至肉类,美国人是看在一眼里。 鲜菜心,上啊,要笔着说,儿本不好好在美洲本土好吃好喝,不愿两万里跑得中国南海安饿,春次找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